好的第二个眼睛我们继续啊 把它给它缝合好 这部分可以说在缝合的这个领域里边啊 最最简单的了 因为黑色线配着黑色这个眼球的部分 所有的位置呢都会被遮挡住啊 所有的不好看的针法都会一一的被挡在这个里边 都看不出来 所以大家只要缝上就行了啊 没有过多的要求 事后呢我们会把它的眼睛呢 给它中间插的远一点啊 这样缝合因为小驴这个动物呢 本来它眼睛离的就是很远的对不对 即便是卡通形象 我们也要充分的考虑到这种动物的特点啊 你看会让它安排的比较远一点 然后我们就要缝合啊 眼睛整个眼睛呢和帽子了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还是比较乐意把它这个眼睛的小光芒啊 给它缝上 就是在外侧啊 一边一个白的这种 我们用这个色彩吧 用白颜色 不需要太长 我们会在它的两侧啊 这儿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光芒啊 亮闪闪的感觉 不要拉得太紧啊 如果拉太紧的话 你看拉太紧的话 就没有这个弯弯的效果了 对不对 为了让这个光芒呢 显得更加的明亮 我们会给它缝两个 但是要记住啊 也不能使劲的拉扯线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亮亮的感觉啊 很大的一个大光芒 这样的 然后放在这儿 是不是眼睛有神了 然后给它留一点点啊 减曲 好了 另外一个眼睛呢 也是这样的啊 但是它光芒的这个位置啊 是在这儿啊 就显得傻傻的感觉啊 它不是那么的 很精明的那个感觉 看 是不是它的这个样子 立刻就很明显了啊 是一个可爱的 一个小驴的一个形象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多一只部分的 给它剪掉了啊 剪掉之后 我们就要正式的来缝和它了 缝的时候 依然要用 颜色稍微浅一点的线啊 来缝和这一部分 现在不能用那个 不能用那个 黑色线缝啊 因为我们是要缝的这一部分 白色的 这一圈 所以缝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用浅色线来缝 明白了吗 如果你有白色线更好 如果没有白色线啊 就用浅色线 只要是 看不出来的色彩 都可以的啊 我们现在把针呢 给它认上 好 要用单线缝啊 如果用双线的话 那么 你的这个 痕迹呢 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所以 单线 能够很好的啊 将我们的这个纹理呢 给掩藏掉 为了保证 我们缝和的时候啊 不至于把这帽子 给双层都缝在一块 不至于出现 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给它 里边垫一个东西 在垫之前 我们在最后 把它确认好了吧 这是光线的原因啊 会使得这边 好像是不够圆润似的 实际上它很圆润啊 我总是看视频里边啊 不够圆润 但事实上 我看着它 很好的 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正式的 来缝和这一部分了啊 稍微再往上点 因为呢 我们要给这个 大大的嘴巴啊 留好这个位置出来 好了 不要缝和了 把这个垫在下面啊 防止它一会儿 不小心把双层都缝上了 好 摁住了它以后 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只缝 白颜色这一部分啊 不要跑到 黑色的瞳孔的位置去 同时把它后背的那些啊 不好看的都给它 遮盖住 别忘了 如果你觉着眼白的部分 有点不够满意 可以在缝和的时候呢 再一次做出调整啊 缝和的时候 完全可以把你认为 不够满意的地方 缝得更好啊 有点不够满意的地方 一边缝和啊 一边整理 把我们所有的位置啊 完成得尽量的 很完美 大家注意了啊 就是我们每次进针的位置 一定要距离线的 就是你缝线的根部 要非常近才可以 这样你就能够形成 很好看的这种 缝和痕迹了啊 而且不至于 由于你那个前边 拉了一根长长的线啊 看上去非常的着劣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每次进针 都一定要距离线的根部 比较近 比较近 我们每次进针的根部 不要缝到黑的部分啊 不要缝到黑的部分啊 好了 我们已经缝合了一圈啊 然后线呢 从一再缝一下 做一个加固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直接的剪断了啊 记住了 如果有不够圆润的地方 无非是我们在勾织的过程当中啊 有些针脚太松了 有些针脚太紧了 形成的我们啊 认为不够完美的地方 所以可以通过这样的调节啊 看 通过这样的调节 可以把一些针脚呢 给它松紧度呢 给它重新规划 这样呢 它就会变得啊 边眼的部分啊 就会变得非常的圆润了 记住了吗 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经验啊 你完全可以啊 利用这样的手法 来再次调节好你的 眼睛的边眼的部分 使它变得更加圆润 好 大家都会了 对不对 下一个视频和大家一起啊 把这个缝号啊 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